哈囉大家好我是妙的歌藝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又可以彈唱曲目了 是來自我非常喜歡的 Tension 天線男孩的我們的故事 一起來看一下這首歌要用到的 和弦用哪幾個 第一個是 C 和弦 無名指放在 1 弦的第三屏 AM 和弦用中指放在 4 弦的 最上面這根的第二屏 這個時候你把你的十指 放到 2 弦的第一屏 就變成 F 和弦 在 F 和弦的基礎上 你把無名指放到 3 弦的第二屏 這個是 DM 和弦 好嘞 下一個 G 和弦 十指放在 3 弦的第二屏 中指放在 1 弦第二屏 無名指放在 2 弦的第三屏 EM 十指放在 3 弦第二屏 中指放在 1 弦的第二屏 這首歌的和弦都還蠻簡單的 比較難的地方呢 是在右手的節奏型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要用四根手指頭來 分別控制我們四根琴弦 大拇指 十指 中指 無名指 分別控制 4 3 2 1 四根琴弦 四根琴弦同時抓起來 拔 3 弦 拔 2 弦 拔 1 弦 然後用你的大拇指 敲在 大拇指 這個位置 然後 用你的手腕 靈活的轉動 然後把它敲在 我們尤克里 這個位置的面板上 然後我們這個節奏型就是 抓 3 2 1 拍 我們可以唸一個節拍的口號 就唸成抓 3 2 1 拍 3 2 1 但是你這個拍完後面就沒有動作了 A的部分是 抓 3 2 1 拍 3 2 1 抓 3 2 1 拍 3 2 1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試著把唱詞加進來了 在你左右還要多久 在你左右還要多久 怎麼樣才能讓時間倒流 每一分每一秒都珍重 好 到了B部分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你還是可以抓 3 2 1 拍 那你也可以 就把G和弦抓起來 然後敲兩下 每一秒都珍重 好 到了B部分 握緊的手 不願放鬆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到了B部分 我們有加了兩個音 再抓 3 2 1 拍 打 打 打 加了3弦還有2弦 那我們這個節奏型就會變成 抓 3 2 1 拍 空 3 2 空就是不用彈 就是讓拍這個聲音停 然後3 2 3弦 2弦 好不好 再來變 抓 3 2 1 拍 空 3 2 抓 3 2 1 拍 空 3 2 那再來試一下加入和弦 C和弦 抓 3 2 1 拍空 3 2 G和弦 拍空 3 2 Am和弦 拍空 3 2 Em7 拍空 3 2 F5 拍空 3 2 好 這樣就能明白了吧 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試著把唱詞加進來了 握緊的手 不願放鬆 十點半的飛機 它在等候 不要再讓自己的眼淚流 我必須要走 不要記得 要記得 我們的故事 真的忘 好啦 下面呢 我們要稍微的再把這個節奏型提高一點點難度齁 就會在原本的節奏型上面變成 抓 3 2 1 拍 1 2 3 好 順上去再順下來 再來一遍 抓 3 2 1 拍 1 2 3 再一遍 抓 3 2 1 拍 1 2 3 比如說我們按住C和弦 抓 3 2 1 拍 1 2 3 G 拍 1 2 3 拍 1 2 3 拍 1 2 3 EM7 拍 1 2 3 F 拍 1 2 3 EM7 大家就是一開始把速度放慢一點 然後把節奏型練得很清楚之後 節奏型非常穩定之後 再慢慢的提高速度 再把唱詞加進來 來 我們的故事真難忘 太多的回憶和希望 不管它有多瘋狂 我願意一生收藏 我們的故事不能忘 太多的情節要發展 不要放棄 因為有一天緣分會繼續 最後一個C和弦 你就啪音啪下去就可以了 好不好 節奏型有一點點小難度 大家要加強練習 最後我們要來看一下前奏的部分 前奏部分我們一共安排了4個小節 大家看上去很密 不要害怕 我們同樣的把每個小節 平均分成8等份 但是呢我們這次的口號也要唸得再密幾點 我們有沒有唸 1打2打3打4打5打6打7打8打 好長喔 沒關係齁 我們一個音一個音來解決 首先你要橫按住 1 2 3弦第7頻 然後把中指放在2弦的第8頻 然後我們撥上面這3根琴弦 撥3弦 撥2弦 小拇指放到2弦的第10頻 好這個時候把你的中指 雞打先撥1弦的7頻 然後雞打在1弦第8頻 小拇指放到1弦的10頻 撥兩下 這個位置就是 1打2打3打4打 好5打6打 這邊就是7頻7頻 1弦8頻1弦7頻 這邊就比較簡單啦 然後撥4弦空弦音1弦5頻 4弦空弦音1弦3頻 這個時候我們把第一個小節連起來 1打2打3打4打5打6打7打8打 有沒有 所以大家不要害怕 就是把速度放慢 把每個音彈出來 慢慢的再來提高速度好不好 第二個小節 3弦空弦音2弦空弦音1弦空弦音1弦2頻 1弦3頻1弦5頻1弦7頻7頻 所以這邊就很簡單啦 1打2打3打4打有沒有 然後4弦空弦音2弦3頻1弦5頻1弦3頻 然後4弦空弦音1弦2頻4弦空弦音1弦空弦音1弦空弦音 5打6打7打8打有沒有 好下一個小節第三個小節F和弦4弦2頻3弦空弦音2弦1頻2弦3頻 小母指放上去然後有一個空然後拨3弦的空弦音1弦3頻 這個位置是1打2打3打4打然後C和弦4跟7弦都拨起來3弦空弦音2弦空弦音1弦2頻 馬上要換掉然後3弦空弦音又是1弦的3頻 這個位置是5打6打7打8打D和弦4跟7弦的抓起來順上去 然後有個空再是3弦2頻1弦的空弦音最後是G和弦 這個小節就是1打2打3打4打5打6打7打8打在你左右還要多久怎麼樣才能 好就可以接到我們主歌唱的部分了 有一點點小難度但是因為我很喜歡這首歌 所以我們在編排的時候猶豫了很久最終還是希望說 雖然是尤克里彈唱但是可以盡可能多一點律動 所以音符就會比較密集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學習 如果你把這首歌學下來之後一定要向我提交視頻作業 記得要添加話題一起彈尤克里彌其他想學的歌曲呢 也可以在留言底下告訴我這節課就是這樣子囉 掰掰